近期如何提升能量快速升维呢? 如果你想知道的话,让我们看看你们的大众家谱 一起连接到宇宙的能量吧! 哈喽,大家好,我是Luna,你也可以叫我阿比丘 又回来为你们做一个新的大众家谱 你们该如何快速提升能量呢? 我已经很久没有做一个灵修主题了 所以今天真的很想做一个哦 你们知道的,像往常一样 我这里呢,有四个号码和四张牌卡 今天跟往常有一小许的不一样 是因为今天不是选小英库洛牌卡 我们今天是选塔罗牌卡 一号呢,这个是宝剑三 五号呢,这是圣杯一 四号呢,这个是圣杯皇后 八号,这是宝剑国王 你们可以用左手去感应一下 或者用你们的直觉选择 比较接近你目前磁场能量的号码或牌卡 看看哪一个号码或牌卡吸引你 你们可以选择那个让你左手有一点痒痒的感觉 或是你的手可以感应到能量的牌卡 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订阅,观看,支持留言和点赞 也欢迎新朋友一同观看我的大众占卜 那你们先慢慢选 当然也有一些其他的选择牌卡的方式 都在以下的说明框框里面 你们可以浏览一下 你们也可以闭上你们的眼睛 先深吸一口气 慢慢的吐气哦 你们选好你们的号码了吗 如果你们想有更多的时间选择你们的牌卡 你们可以先按一下暂停 不然我们接着看你们今日的大众占卜咯 选择一号的朋友们 我们来看一下近期如何提升自己的能量 来帮助自己身为 好,我们先看一下这宝剑衫 因为你们选择了宝剑衫 或许是这样的说 就是过去你可能经历了一些背叛 伤心,伤口,伤痛 再感到就是很失落 有一种就是好像有人 在你的心里面同了三把剑 你会觉得就是 这个事情能够突破的吗 我会从这个困境里面走出来吗 这是可能是过去的能量 或者就是现在你感受到的能量 我们看一下这张牌卡 近看的话 可以看到就是这张牌卡后面有雨滴 可以代表然后乌云密布这样子啦 这三把剑插镜 是代表就是你以为就是这个人是非常爱你的 或者这个状况是为你好的 可是你又最后发现到原来不是如此 像牌卡可以指向之前发生过的事 或者现在你感受到的 所以可能你看到这个牌卡的时候有一些共鸣 所以你选择了这张啦 OK,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如何提升自己的能量 好,以这六张牌卡我本来是想要抽五张的 可是这张牌卡他一定要跳出来 所以变成了六张 好,这六张牌卡是讲说就是 就是近期你要学习就是要有一些领导能力 然后对于你想要做的东西或者你想要争取的东西 你要有一种保护欲 所以这讲说是你的你就抓紧你的东西 也不是讲说不要分享 只是珍惜拥有 然后也不是讲说别人就是硬要拿走你的机会你就拱手让人这种不是 因为熊的牌卡可以代表有一定的领导能力 不是说你要我就会这样子无缘无故 把我的一辈子的努力和付出都这样子拱手让人 不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而是就是我有一个领导能力 我知道我的主控权是什么 我有我要保护的东西 我有我要保护的家人以及亲朋好友 所以熊是这样的一个定义 然后我们有这个男子的牌卡上面他挂着了一个项链 项链上其实是火星 火星呢有最主要是掌管牡羊座跟天蝎座 所以或许你需要从牡羊座跟天蝎座的特征上面去学习 我们来探索就是牡羊座的特征 牡羊座他们是十二星座里面的第一个星座 换句话说就是呢如果发生任何的东西他们都会是第一个先冲出去的 他们是拥有极大的这个领导能力跟就是前卫就是冲出去 我不会想这么多我先做了再说 大部分的牡羊座如果他们的上升太阳月亮或者时工有牡羊的话 或者武功有牡羊的话比较像是一个企业家老板的一个个性 所以或许你可以就是去学习一些企业家老板的一些特征 或者多跟这方面多跟这些人交流 或许对你的领袖上面会有极大的帮助 然后我们也看到就是火星嘛 火星也是掌管天蝎 天蝎的优点就是他们的敏感度很强 换句话说就是呢如果你骗一个天蝎座的话你是骗不了的 他们只会假装被骗而不是真正被骗 这是天蝎座的个性上升太阳月亮 尤其是上升跟月亮的特征 因为太阳是在我们星座里面比较像是我们想要向往变成那种特征的人 你可以从天蝎座的身上学习到 尤其是上升月亮的一些天蝎座 他们的敏感度 他们很多时候他们看不说破的天蝎座 敏感度很强 当然他们的直觉也很强 通灵能力大部分都蛮强的 然后他们会对面对一些黑暗的东西 他们从不畏惧 从不退缩 再招的事情他们都讲说 好吧 我可以去克服的 这是天蝎座的一些优点 然后天蝎座也是可以象征着金钱 可能他们对金钱有一定的想法 你可以去跟他们多交流 好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书啦 书可以代表 如果你想要在能量上面提升的话 因为我们这里有熊跟这个男子的牌卡 男子的牌卡也可以代表阳性的能量啦 所以要有一些主控权在你生活当中 你需要学习就是在你的事业职业方面 做一些提升 然后没有骰子代表就是要冒险 我知道灵修我们通常都讲打坐 然后做瑜伽啊 可是你们的这前两个牌卡 比较像是物质 透过就是理解阳性能量是什么 可能你们 因为我们每个人灵魂上面有阴阳能量嘛 可能或许你们的阴的能量会比较强一点 所以这是为什么你需要去探索这一点 把你的阳的能量给提升上来 也说不定 给这里我们看到就是要从这方面稳固你的事业 稳固你的这个领导能力 然后带领你自己的生活 这一些特征是你需要学习的 当然也要学习一些灵修相关的东西 去了解一下 如何提升能量 透过瑜伽 可以去学习一下 然后这里也讲说骰子可以代表你需要去冒险 你不能做你习惯做的事情 你需要走出你的圈圈 走出你的舒适圈 然后去体验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有时候这些走出舒适圈会带给你一些焦虑 会有一些压力 会有时候不安 你会觉得你会犯错 这些你都需要克服的 不然你永远停滞不前 原地大步也不是一件好事 对你的灵修上面 以这些牌卡来看的话 OK我们看一下就是塔罗 塔罗代表就是或许 如果你要真正提升你的能量 你需要暂时有更多的自我时间 因为你需要往内心里面去探索你的灵魂旅程 这个东西是外在无法给你的答案 因为塔罗可以代表自己花一点时间 去理清楚你的想法 你的情绪 你的感受 你的个性 你想走的路 所以这里讲说自我空间 好我们抽几张其他的牌卡 好这张牌卡 这张神韵牌卡 如果你想要尽其提升你的能量的话 你需要问一下你自己你在等什么 所以这张牌卡是讲说 如果你想要提升你自己的能量 你想要身为的话 你到底在等什么 你是在等别人来为你提升你的能量吗 可是别人是没办法帮你做到的 这里讲说 你是不是在等着别人可以帮助你 或者在你之前做出这个大幅度的跳跃 如果这是你要的话 那你可能需要等很久 或者等到永久 好这里讲说就是你要放你的心 把它转变成你的心动力 问一下你自己 你有什么冒险是需要做的 有什么坏习惯是需要改进的 然后如果你想要提升你自己的能量的话 这是你的愿望 这是你的梦想的话 当然你可以去做 不要再等待了 也不要去等着别人 这里讲说就是你需要跨出去 不要一直只是想而不做 要勇敢的去探索 就是你真正能够做到什么 也就是你如何怎么提升你自我的能量 去做一些冒险你从来没有尝试过的东西 去探索就是如何有人生当中的主控权 我们看一下有什么其他的信息 这张牌卡是讲说你需要保持纯真的心 跟纯真的灵魂 这样子你有办法去提升你的能量 这张牌卡是讲说就是你可以去探索就是你的梦想 你想要做的职业到底是什么 你的梦想事业到底是什么 如果你的梦想的职业或者事业没办法 就是支付你的大部分的基本开销的话 你可以把它当成副业 这样子你的梦想职业才会开始起飞 可以完全的支持你 所以这张牌卡是问你就是你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你要去追求你的梦想 所以讲说就是你需要冒险 这张神域牌卡是讲说你需要接地气 找到自我的力量 然后要有体力去撑下去 因为你是个魔术师 其实这个牌卡不只是有魔术 它其实是个宝剑 宝剑可以代表就是沟通能力 思考能力逻辑性 当然我们这里看到就是这个天使是有翅膀的 你拥有这个能力去帮你带到更高的地方 我们这里有独角兽 独角兽是一个神兽 它是有很多的魔法 很多的创造力的 所以这里讲说你坐在这批独角兽上面 你其实是拥有这个能力 拥有这个潜在的 你看不清的这种特征 可以带你走得更高更远 只是你需要接地气一点 然后要有这个力量 跟这个毅力去继续走这条道路 我们看一下有什么其他的东西 这张牌卡是Lala 它是一个说话的圣人 这张牌卡是讲说 我没讲的话会变成一个祷告 我就是我生活当中的作者 换句话说就是你讲出来的每一个话都对你来说非常重要 如果你讲说我可以提升我的能量的 你就可以 如果你讲说我是可以去追求我的梦想的话 你是可以 如果是讲说我愿意就是保持一个纯真的心意以及灵魂的话 你是可以 如果你告诉你自己就是我可以带领一个团队的话 我是可以 你所对自己讲的话跟对别人讲的话 将会变成你的现实 然后也会变成你的祷告 为什么呢?因为这张牌卡已经讲了 Lala这个女神是讲说 你就是你生活当中的一个作者 只是这个作者不是你写下的 而是你说出来的话 这张神域牌卡是讲说天使的爱 然后刚才我们又讲说就是很纯洁的心 你内心里面有没有很纯的那种爱 对于就是你自己 对于他人 跟对于环境 跟对于这整个宇宙 所以这里讲说你心里面的这个爱 将会帮助你提升就是你的磁场 你的能量 爱是一切 爱是最高的维度 OK这里我们是看到就是爱可以快速帮你提升你的能量 让你可以升为 以这五张爱我牌卡是讲说你是会犯错的 每个人都会 需要照顾自己的身体健康 释放心中的内疚感 比较像是这张牌卡是对应这个 你是会犯错的 每一个人都会释放你心中的内疚感 然后凡是很多事情在人生当中 不要抗拒顺其自然 那如果可以的话 花时间沉浸在大自然中 你会释放你消极的态度跟负面的情绪 我是看到这五张牌卡 OK我看到的就是这是如何提升你的能量跟维度 当然很多人讲说就是你可以去打坐 可以做瑜伽 事业上面梦想上面去提升自己的能量 然后去找到你热爱的东西是什么 用爱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去关心你想要关心的人 或者有更多的爱 大爱去分享给更多的大众 这是我看到的一个信息 当然你们这里也有保健三 三把剑插进你的心 可能对你来说 要把爱变成大爱 把小爱变成大爱 对你来说这个过程可能会比较艰难一点 因为你可能遭受过一些伤口伤痛 或许是背叛 而这个背叛是来自于可能是比较亲近的人 所以你很有点难打开你的心 可是这里假如说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 都有一个天使的心 你要去探索这一块 这样你就可以快速提升你的能量 当然对你来说是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 也没有关系 所以呢这里讲说就是你可以先从你的梦想上面去找所 去看一下就是你的梦想可以带给你什么样的热情跟爱 从那里你才开始出发 然后去慢慢的打开你的心 从小爱变成大爱这样子 我的2024年整体运势诗人占卜已经开放了 如果你们想与我预约 我这里有一个八折的优惠 我很少会给私人账卜的优惠的 我的私人账卜也是有限开放的 你们可以到我的网站 zh.lunapong.com 预约时输入LUNA2024就可以了 我们优惠券会在2020年1月31号过期 所以不要错过这个特别的折扣哦 详情在以下的说明框框里 选择5号的朋友们来看一下 那近期如何快速提升你们的能量来升为呢 你们刚刚选了圣杯一 圣杯一可以代表一个新的关心 新的关怀 也可以代表一个新的感情 新的恋情 或者就是呢 这个圣杯很有可能是别人递给你的圣杯 就是代表别人递给你的爱 或许也可以代表是你递给他人的爱 给我们看一下这是什么状况 这是可能已经发生了 现在在这里的这些状况 好我首先是听到了这个这句话就是呢 在艰难的阻碍都会遇过天晴的 这五张里那么其实是有蛮多信息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什么 OK 这里讲说就是不管你在人生当中遇到任何的阻碍 耽搁 或者就是你会觉得好像永远进不来的一个状况 这里讲说就是你是有这个运势 可以把这个事情转变好的 只要保持乐观的心态 乐观的心态 这种小感恩 这种小祝福 都会进入你的生活 这个小祝福会变成大幸福 所以我是看到就是你会收到很多的礼物 很有可能就是你经济状况会不错 因为会有人给你包红包 还是怎样的 下个月我们是新年了嘛 对不对 OK 可是也可以代表 于不仅仅是在指向 就是跟金钱有关 有时候也可以代表 就是灵魂伴侣 所以你身边是有很多的灵魂伴侣 就是你们是互相帮忙的 然后互相辅助的 互相分享的 互相就是感受这个喜悦的 所以这里很有可能是讲说 这个爱是来自于你的亲朋好友你周围的人 而你们这群你周围的人 加上你自己啊 这一群就是在互相交流 而这个交流会带给你很多的幸福感 也会带给就是彼此想要去冒险 想要去探索 去探险 所以我是感觉到就是不管你遇到任何的状况 由于就是你身边的这些灵魂伴侣的辅助 我讲的辅助是互相帮助 你们才有这个勇气去做出一些冒险的东西 所以如果这五张拍卡如果回应你的问题 就是如何近期快速提升你的能量的话 所以讲说就是继续跟就是你爱的人 爱你的人的一个亲朋好友 互相就是乐观 然后互相分享自己彼此的喜悦 然后你的好运就会越来越多 因为这个好运是你们一群人一起得到的 然后如果你们在这个群组里面 可以代表你的家人啊 你的这个朋友邻居啊 如果你们任何一个人遇到阻碍的话 你们会激励你身边的人讲说 人生嘛就是独一把 我们就是要冒险 我们就要去探险 我们就是要去勇敢去尝试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由于是这种激励以及鼓励 所以你的能量也会提升 你的运势也会变好 这张牌卡蛮特别的 你要先付你自己 付什么呢 再讲说你要先付你自己钱先 因为每当你得到一些收入的时候 你得到一笔钱的时候 你最需要先付的是先付给自己 这是一个爱自己的一种行为 也是一个照顾自己的行为 来保证就是你有足够的储蓄 来投资你的现在跟你的未来 所以呢 这里讲说如果你想要提升你的磁场跟能量 我知道这个是一个蛮物质的东西 因为金钱是蛮物质的 可是这里讲说你需要吃饭 你需要还水电费 将来的健康费也是需要付的 你不可能进去一个医院 然后讲说有人可以帮我付吗 当然没有这种道理嘛 所以呢 这里讲说你需要有一些基本的储蓄 来付你的房租 你的水电费 你吃饭的钱总要自己付吧 所以这里讲说你不可能饿着肚子 所以永远都要保留一笔钱先还给自己 先付给自己 你的薪水应该是先流入你的口袋 然后有多余的你再分享给其他的人 这是自我照顾 还有就是照顾别人的一个底线 是来自于当你懂得照顾自己的时候 你才有能够能力去照顾其他的人 所以这里我是看到就是你需要把一些金钱投资 给如今的你跟未来的你 这张牌卡 神域牌卡是讲说 你上一次自由自在的跳舞是几时呢 因为跳舞可以让你变成你更漂亮的一个状态 所以它可以让你不要一直想着很多东西 在你脑袋里面一直转 而是把专注力转移到你的身体跟你的心 因为如果你一直在想东西的话 这个想法很有可能会变成恐惧 这个恐惧就会住在你的脑袋里面 而这很有可能会带来一些焦虑 你想要控制你的内疚感 你烦躁的情绪跟你的不耐心 所以有种烦躁嘛 所以只要花一点时间 每天花一点时间去跳舞 你的资产能量就会有提升 你才会有这种提升能量 这种开心快乐自信 就会占据你 然后这里讲说你会感觉到 你的灵魂在提醒你 就是人是要活的 而这个活是要来自于你的心的 跳舞是一个管道 可以让你接地气一点 然后让你找到现在 让你体验现在 它可以帮助你找到 或者让你体验就是幸福跟快乐 让你体验自由自在 所以如果想要变成自由自在的你跳舞吧 可以花一分钟到三分钟几分钟的时间 去听你很喜欢的一首歌 然后跟着这首歌一起跳舞 往内心里面去看 你会发现到这里面 其实就有一把火在烧的 让你感觉到你就是你 你可以狂野的跳 你可以爱这个力量 然后去跳舞吧 这张牌卡是讲说去跳舞吧 这张牌卡比较像是性感的能量 可是也可以代表女性的能量 所以在讲说你没有必要去拒绝 就是你性感的那一面 你有魅力的那一面 还有你女性的那一面 你要打开你的心 就算就是你想要依靠别人 你不能依靠于某个人 这个有人会拒绝你 可是没有关系 你的心是依然打开的 所以这里这张牌卡是讲说 接受你女性的魅力 你是很漂亮的 你是很美丽的 你不用去在乎别人 对你的看法是什么 你的你就是你 你的灵魂是漂亮的 你的身心灵是漂亮的 OK 这个魅力不是别人定义的 所以你要接受就是这个女性的那一面 这牌卡是真的是专给女性的一个牌卡 所以如果你是男性的话 你们就跳过这个信息 好这张这张牌卡是 Antiduana这位女技师女生 他想要传递一个信息就是 我跟我的灵魂是一体的 而我的灵魂是爱的传承 所以这里讲说就是只要你的灵魂 这张牌卡是充满爱的 那就是最足够的 给人家爱是从内心里面散发出来的 这种 这张牌卡就是在讲说就是 他是爱的一个传承者 好这张牌卡如何提升你的能量 是讲说一种被隔离的感觉 孤独感重新连接找到你的家 有时候你会觉得就是你有一点 孤独啦或者寂寞的时候 你觉得你是跟其他人有一种被 排挤或者有一种被隔离的那种感觉 你要永远知道就是 你可以重新连接的 然后你只要知道你的家在哪里就最重要 可能这个是对你们一些人可能漂流太久了 找不到家的感觉 少数的你们 可是你们有一些人我就感觉到你们身边有很多人 亲朋好友 可能你们有一些人 你们的家人不是你的血亲 就是没有血缘关系的 你们有一部分的人 有一部分你们是真的血亲 你的血缘关系的家人有陪着你们的 可是有一些人你们要知道你们的家 那个你家在哪里 而家是你需要去找寻跟塑造出来的 这样子你才不会觉得有一种被隔离的那种感觉 如果你们就是你身边有亲朋好友的话 你要知道你家里面都有一直都有家人在陪伴着你们 所以只要有这种感觉 你就不会有一种孤独感 还有就是呢 这张牌卡是代表就是无法做出决定 有一点没办法选择啦 所以你需要赶紧去做出一个决定 这个决定很有可能是需要看多一张牌卡 需要做出什么 你们犹豫不决什么呢 你们要知道你人生当中是有很多的选择的很多的可能性 所以或许也是因为这样子呢 你们很难决定就是要走哪一条道路 要开哪一扇门 所以有时候你要选择 暂时选择一条道路 然后再试一下 然后再做出下一个决定 这五张爱我牌卡是讲说打坐观察你的想法和情绪 先别阻止这些思绪在你脑海里流动 然后放下这些负面的想法 是最建议你打坐来提升你的吃产能量 然后你是一位创造者 你创造你自己的现实 所以不管你在将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都是你创造出来的 你内心知道就是你 深处知道就是你自己想要的答案 往内心里面去探索跟探讨 尤其是在打坐的时候 你可以改变你对于过去的看法 你不能改变 我知道你不能改变你的过去 可是你可以改变你对于过去的看法 OK 所以这里讲说花时间沉浸在大自然中 你会释放你消极的态度跟负面的情绪 我的2024年整体运势私人占卜已经开放了 如果你们想要与我预约 我这里有一个八折的优惠 我很少会给私人占卜的优惠哦 我的私人占卜也是有限开放的 你们也可以到我的网址 在h.lunapong.com预约一个时间 输入一下luna2024就可以了 游会卷会在2020年1月31号过期 所以不要错过这个特别的折扣 详情在以下的说明框框里 选择4号的朋友们 我们来看一下近期如何快速提升自己的能量来升为呢 你们选择了这张圣兵皇后 圣兵皇后的牌卡其实可以代表就是一个有极大的关心关怀同理心的一个人 懂得分享懂得爱别人 也可以象征着就是因为他是住在沙滩这边的 所以呢可以代表他也是接地气的 他也是就是有办法去创造他所要的 因为如果他想要的话他可以打开这个圣杯的盖子 然后把他要的东西钻进这个杯子里面 这个圣杯里面去创造他想要的 他随时都有这个打开这个圣杯的这个能力 所以换句话说就是你拥有这种创造力 也可以象征着就是你以前拥有这个特性 或者现在应该拥有这个特性来提升就是你的吃产能量 如果你已经拥有就是懂得去关心别人这种特征的话 继续的保持这样子 你的能量一直会不断的提升的 因为你在累积一些好的功德 好的功德可以累积好的运势 所以我是看到就是你的运气看起来是会蛮不错的 因为你戳到了这张牌卡 这样牌卡也可以象征着一个女性能量 女性能量就是比较像是为大众着想 或者为身边的人着想的一个人 我们来看一下还有什么其他的信息哦 第一张牌卡编织的牌卡是讲述就是有些争吵辩论 吵架 挣扎 我不知道你们有些人可能遭受到别人的一些责骂 或者欺负 然后牌卡可以代表长时间 长时间的争吵吗 这里讲说跟一个 一个朋友 可是这张牌卡可以象征着就是 这个朋友其实是蛮狡猾的 如果你进一步的去认识他 如何提升你的磁场跟能量呢 需要远离这个看似帮助你的朋友 还是他其实内心里面其实是在跟你竞争 鸟儿的牌卡可以象征着女儿在跟他沟通 你跟他讲话讲电话或者实际面对面沟通 沟通什么 他在骗你什么 有一个事情是他想要你去做的 而这件事情可能是跟跨出就是你原本有的一个计划 他要你改你的计划 或者让你去搬到另外一个城市 可是这个是有一些不诚实的一个因素在里面 所以是叫你建议你就是不要去相信 看似是一个朋友的一个人 因为这个鞭子的拍卡可以代表永久的挣扎 所以如果你们想要提升你的磁场能量的话 你要认清就是有一些人是狡猾的 有一些人是不诚实的 当然不是叫你去讨厌他们不喜欢他们 因为你们是一个圣别皇后 所以你们其实是很关心就是你身边的人 只是你们要意识到就是不要上别人的当 如果别人骗你的话 他们在后面设计你的话 你要有这个意识去知道就是这是一个阴谋 你刚才这样讲 你身 这世界上不是每一个人都像你这样子 懂得关心他人 为他人着想啦 有一些人他们接近你 是有一定的 想要从你身上得到的一些东西 所以这个你们需要留意的 好我们看一下其他的牌卡 近期你们需要接受这个挑战 就是怎么跟人家谈判 而不要牺牲就是你灵魂的力量 不要无私的奉献 也不要奉献给不需要的人 我知道你们是非常有爱心的 可是可是你无私的奉献是要有底线的 OK 这是这张牌卡就是要知道就是跟人家谈判 在宇宙法则里面 我们有其中一个法则叫做吸引力法则 这是12个基本法则里面也是最出名的 最出名的宇宙法则啦 吸引力法则 OK这张牌卡就是在讲吸引力法则 所以讲说你要用吸引力法则 用最纯粹的一种想法去吸引来你想要的 可以代表可以吸引来你的财富 你的运气你的好运 可是比较像是你的财富跟物质的东西 所以这一讲说就是 你不用一致无限的付出给别人 来换取就是金钱 有时候人要有底线 曾经有一个直销的一个人讲说 如果你服务每一个人 你其实没有服务任何一个人 所以这里讲说就是你不需要就是对每一个人掏心掏肺 OK这一讲说 然后好好运用就是你的吸引力法则去吸引来你想要的 你是会有这种财富的 你应该是讲说不用过度的去讨好人 也不要认为就是过度的讨好人会帮你赚更多的钱 这张牌卡是想要问你就是你最害怕失去什么 当我们成长改变跟蜕变我们的生活的时候是时候去放下就是以前的东西 曾经的东西然后给一些空间给即将发生的事即将发生的东西 如果你今天跨出去的话你会不会觉得你会有种害怕失去爱安全感跟归属感 你要问一下你自己这是否是一个很大的谎言啊 又或许就是你其实要失去这些东西是不可能的 或者要意识到你的恐惧是什么 然后去看一下最糟的状况是什么找到一个解决方案 然后把你的力量给拿回来 你要知道你到底是谁你即将会迈向什么样的方向 你要迈向一个方向你要知道你是很有力量的 而你的力量是无法估计的 你是被爱的你是安全的你是有归属感的 你不用去特意去讨好任何一个人 过度的讨好来拥有这种归属感 所以这是这个你们上升太阳月亮有没有天平座 双鱼座 巨蟹座 对不对 都有这种特征 醋鱼座 看一下这个 所以这个代表就是规划你的成功 不要让这个规划来下到你 他只是让你清楚知道就是你的目的是什么 你需要规划理清楚你的想法 你的计划 你的报告 你生活的环境 你工作的环境 你的经济状况可以让你知道跟计划你下一步的要怎么走 所以如果你想要成功的话 这里讲说就是你需要规划一下 你需要计划一下 你需要安排一下 你们这两张牌卡是跟物质有关的 我不知道今天我真的是很想出领袖的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金钱出现 可能你们大部分的人点进来是 需要透过就是找到一种物质的成功来提升你吃产能量 才能升为 因为或许这是你们要走的道路 我觉得是蛮新奇的 因为对我来说 我的想法就是打坐可以提升能量 然后升为 然后做瑜伽 这是我 我的一个想法 可是占卜 今天的占卜就是 让我改变了我的一点想法 好这里我是看到就是你的成功是需要规划的 Mary of Nazareth 它是一位女神 妈妈的女神 母亲的女神 她说我是受到祝福的 我是受到很多的好运的 我的勇气会诞生出神圣的我 所以换句话说就是你 你要知道你自己是幸运的 你自己是受到祝福的 你是一个受到祝福的灵魂 所以只要你保持这种心态的话 你的能量就会一直秤秤秤 你就不会往负面的方向去向 所以你的能量磁场提升了之后 你们也可以升为 可以帮助你们升为 升为不是那么简单这么容易的啦 当然就是需要先提升你能量 你才能够升为 可是它是一个过程 你将来或许我会做其他的占卜 我们来看一下你下一步要怎么做 可是至少要做上这一步先 OK我们这个我们要看一下 就是有什么其他的信息 我看啊 OK你们抽到了富轮 富轮加上海底轮跟太阳轮 都是比较算是接地气跟物质世界的chakra 所以如果你想要提升你 心轮喉轮眼轮跟顶轮的话 你一定要先稳住就是你的海底轮 富轮跟你的太阳轮 换句话说富轮可以代表你的创造力 你的创意 你如何把你的创造力跟创意变成现实 也不要只是把它压抑 然后这样排卡也可以代表就是要多喝水 因为富轮掌管水元素 所以这个你们可以听打坐的音乐 我有一个频道就是上传两首的富轮音乐 你们可以去听两首对 其实有三首吧 你们可以去就是一边听那个打坐音乐 一边冥想或者就是做一些简单的呼吸法 来打坐提升你的吃产能量 也可以选择做瑜伽 来稳住你的chakra 你们也可以收集就是一些橙色的水晶 橙色的水晶是富轮的颜色嘛 所以也可以帮助你稳住就是你的富轮的chakra 好我们接着看 此刻 此时此刻做一些让自己开心快乐的事 当然这是最重要的 提升能量首先就是你要愉悦 你要有一种开心快乐的事情 怎么做呢?每一分每一秒都是 OK?都是开心跟快乐 所以你此时此刻就是要做出一些开心快乐的东西 然后你是根源的延伸 根源是创造 创造这宇宙的全部 我们讲的根源就是我们讲的sauce sauce就是来自于就是创造这整个宇宙的星球 行星生命 也可以代表就是动物之物都是根源所创造的 而根源就是有办法去创造这整个宇宙 这个银河系 这代表就是他有足够的创造能力 所以我们是根源的延伸 我们也是根源的小孩 根源有这个创造力 我们也有 你们也有 宇宙法则里面有其中一个基本法则 一体法则 所以也可以代表根源是我们的一部分 我们是根源的一部分 所以每一个人都是互相影响的 换句话说就是 如果你想要创造出任何的东西的话 你是有这个能力的 好我们看一下就是 这个第三张牌 爱是一种生活方式 然后释放心中的内疚感 有些人可能会 勤勒你 讲说你怎么变了 嗯 这种东西 OK 不用感到内疚 因为 你并不是讲说就是完全无视这个人 只是跟某一些人保持距离 只是不要掏心掏肺 你知道吗 OK 花时间沉浸在大自然中 你会释放你消极的态度 更负面的情绪 很多号码都抽到这个 我的2024年整体运势私人占谱已经开放了 如果你们想要预约我这里有一个八折的优惠 我很少会给私人占谱优惠 我的私人占谱也是有限开放的哦 你们也可以到我的网址 zh.lunaporn.com 1月10呢 输入LUNA2024就可以了 用会决会在2024年1月31号过期 所以不要错过这个特别的折扣哦 详情在以下的说明框框里 好,保健国王你们选择8号的朋友们 你们近期如何快速提升你们的能量 然后如何升为呢 好,这张牌卡保健国王是讲述 就是一个绝对理性的人 代表就是他需要用他的逻辑思考 比较少用他的情绪去判断事情 也不是讲说这是你们一定要 变成一个冷酷无情的人 这是一个特征 所以换句话说就是呢 如果你想要提升你吃产能量的话 少就是以情绪这个方向走 情绪跟感受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里讲说就是呢 你可以去探索感受这一块 但是理性是最重要的 你做的任何的事情都要以理性判断 思考判断 冷静 然后透过你的经验 你的分析能力 然后去做出你的选择 这张牌卡很有可能代表 你们拥有这些特征 或者你们现在需要拥有这些特征 来提升你的能量跟磁场 好我们看一下几张领带牌卡 喔书的牌卡 蛮有趣的 因为你抽到了保健国王 保健国王是理性 可是可以代表就是知识 而国王是这个花色 保健的花色里面是他的统治者来的 这里讲说就是呢 你们要继续保持你们的好奇心 一直要不断的读书 增加就是你们的知识 不要让你的知识停留在原地 这里讲说你一直要开发就是你的知识库 然后学习更多的东西 当然也可以 代表你可以去学习 就是你有感兴趣的东西会比较好一点 你们不需要跑到另外一个城市 另外一个城镇 另外一个国家去学 OK 这里又讲了 你要的知识不代表就是你需要去到很远的地方去学 现在有电脑对不对 我现在在交占卜 我的这些学生都是在zoom上面学上课的 不需要 你不需要就是去到另外一个城市 另外一个国家去学嘛 所以讲说就是你的经验 你的知识 你上课 或者你买书来读 都是一种增长知识的机会 都是一种开阔视野的一种机会 所以这里讲说就是 要你不需要去到很远的地方 好我们看一下还有什么其他的信息 我们先冲这张吧 这张神韵拍卡 所以这里讲说我可以在哪里去寻求一些帮助在我生活里面 如果你们想要提升能量的话 你们要先问就是哪里可以帮助我提升我的磁场能量 你要在灵修上面学习的话 那你要问哪里去学 当然我的这个 我不是要分享啦 可是我的会员里面就是有在分享就是宇宙法则 打坐 雷诺曼 还有调识詹谱 灵修 插克拉的一些信息 所以你们可以加入我的版约量会员 所以你们可以先问一下就是你们要在你生活当中 学习什么 哪里可以找到一些帮忙跟帮助 直到我们可以就是用打开你的心去接受这些 我们就没有办法去给予这些 所以你要打开你的心去接受接受帮忙接受知识 OK 然后这里讲说就是不要对于就是接受帮忙 会觉得是一种评判还是什么的 因为你需要透过别人的分享你才能有所提升嘛 所以这里讲说你可以去问一些人如何帮助你打开你的心 从哪里找到资料之类的 OK我们看一下还有什么其他的信息 好这张拍卡是代表欺负啦 所以你要看一下就是有时候你如何是吓到别人 你有什么特征是吓到别人 别人觉得你在欺负他们 我知道你们讲说哪里有欺负别人 可是因为这张拍卡是这么讲的 所以有时候可能你 我知道你们有些人有这种resting bitching face you know 你们就没有笑的时候你们好像就是别人会怕你们 OK 所以你要看一下就是你是如何就是别人会觉得就是不敢接近你 还是觉得你在欺负他们 然后你要去往你内心里面看就是这些恐惧欺负你的恐惧 当然 如果你真的拥有一个臭脸 这没办法天生的嘛 那你只能做的就是 就是比较长时间保持微笑 可能你需要比较主动一点跟人家打招呼 可能你会觉得啊可是 就是这天生的所以你需要比别人多走多一步 OK 所以这里讲说就是要 因为保健国王其实在别人眼里其实是蛮 蛮冷的一个人啊有距离感的 OK 所以可能或许是有一种这样的特征 所以别人觉得很难亲近你 嗯 也或许就是因为你有种高冷的状况 所以别人你看到别人这样子的话 你也很难开口去寻求别人的帮助 也有或许这种特征啊 所以这里讲说有一个这样的特征你需要去克服的 好我们看一下还有什么其他的信息 这里呢我们是讲说就是缺钱或者经济受到约束了 如何提升你的磁场能量呢 这里讲说就是在最没有钱的时候你就能提升你磁场能量 因为你会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可能灵修上面 OK这是我看到的 当然这里讲说就是 嗯或者你在破财的时候啊或者你在担心金钱的时候啊 这种金钱可能是真实发生你觉得你是缺钱的 又或许是你想太多所以你觉得你缺钱的 可是这种缺钱的过程会让你去意识到就是 哦我想要改善我自己 哦我想要提升我的磁场能量 OK我是有看到一个这样的特征蛮特别的 我是觉得 OK 你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图示吗 每个人也会戳到不一样的牌 你们的信息是蛮特别的 给我们看一下 埃西斯 他是一个埃及女神 他也是个魔法女神 他讲说性能量是很深圳的 然后如果你生活当中遇到任何的困境跟困难的时候 你要告诉你自己你可以重新来过 你可以重途来过 因为他的祷告他很喜欢祷告来让他起始回生 所以很多东西在你人生当中看起来好像不行了的时候 你要告诉你自己你是可以的 你是新的 你可以全土重来 你可以从棺材里面站出来 OK这里讲说就是 你是想要传递你的信息 尤其是在对待 就是如果你觉得你钱不够用 你物质上面没办法满足的话 这里讲说你可以就是 有足够的金钱来满足你基本的需求 所以有这个这样的一个信息 好我们继续看 OK 这个代表就是星际的指引 这张牌卡是讲说星际的指引可以代表就是 星星的家庭有一些辅助 或者也会有一些合作 这个合作是来去可能你们是星际种子 或者就是你们可能跟另外一个星际的高维的灵体 有一些比较强的联系跟连接 所以你可以就是去探索 就是跟他们有进一步的沟通 可能透过就是传递信息透过打坐 或者就是拥有一些星际的一些合作 来帮你提升你的维度 好我们接下来会看一下这张牌卡 这里讲说你人生当中的阻碍跟障碍即将会被挪开 你所有的自我的工作 还是你之前所做的任何的行动 你的正能量 会帮你去除你生活当中的一些障碍 你即将会体验一种有一些前进的一些状况 或者你的项目即将会有一些变动 只要你保持感恩的心 这样子呢会有无数丰富的东西即将会流入你的生活 所以换句话说这张牌卡是代表就是正能量跟感恩的心 可以帮你去除你生活当中任何的阻碍跟障碍 当然之前做的一些比较正能量 或比较一些好的事情善良的事情 都会帮助累积就是你的这些正能量 来帮助你提升你的资产能量 来帮助你身为 好我们看一下还有什么其他的信息 你可以改变对于过去的看法 认清自己并不完美 此时此刻做一些让自己开心快乐的事 释放你的焦虑 最后一张感受你心中的瓶颈 我的2024年整体运势私人占卜已经开放了 如果你们想跟我预约的话 我这里呢有一个八折的优惠 我很少会给私人占卜的优惠哦 我的私人占卜也是有限开放的 不是开放给每一个人的 所以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 你们可以到我的网址 zh.lunapong.com 输入luna2024就可以了 优惠券会在2024年1月31号过期 所以不要错过这个特别的折扣哦 详情在以下的说明框框里 那我们下次影片见拜拜